第四百三十六集 警车带着我进了派出所 两个警察把我推下了车 然后关进了小屋子里 这时的小屋还是当年的那个小屋 只不过上次是好几个人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我到了铁笼子里之后 在墙角坐下 眼睛呆呆地望着外面 也许从今之后 我不会再有自由 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很大的 我要是被扣上了这两个罪名 恐怕罪轻也得把牢底坐穿了 我正呆呆地看着外边 这时外边进来一个警察 那个警察有点熟悉 但我一时想不起来是谁 没想到那个警察先给我打起了招呼 说道 杨小冬 怎么是你啊 你说你小子干什么不好 怎么就糟蹋了人家的姑娘 这不是作死吗 我看着那个人听他这么一说 忽然想起来了 这个是当年的李公爱 也就是李叔 现在李叔是所长了 看到李叔之后 我的心里生起了希望 现在也只有李叔能帮我洗脱冤屈了 因为李叔有话语权 可是前提是他能相信我说的话 想到这里 我一下子从墙根站了起来 扶着铁栏杆使劲地叫道 李叔 我是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 什么 你是冤枉的 我告诉你 人家姑娘早就拿着物证 到了刑警队了 你暗子现在是刑警队接管 我们派出所也只是负责抓人 你要是决的 就到刑警队里去喊冤 你所做的事 是杀人未遂和强奸 这事要是成了铁案 你小的步枪臂 也得是个武器呀 我听到这里 心里一阵冰凉 在大家伙的眼里 我已经成了罪人了 不过这个时候只有李叔能救我 于是我对李叔说 李叔 我真的是冤枉的 当时完全就是为了救人 根本没有对大牛有过什么过分的行为 没有过分的行为 我问你 血是哪里来的 就这一条 就可以定你的罪了 血 那些是我手指上的 李叔 你看看我的手指头 为了救大牛在水里咬破了的 上面发黑 是草色染的 我当时 看见大黑在水里挣扎 就光想着救人去了 没想到 是这个样子 那你和我说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了 罕友 当时有没有证人 就是 看见你救人的人 叔 我冤枉死了 救人的时候 除了一条狗 连个证人都没有 现在 只有食堂里的鬼能证明了 唉 有鬼能证明可不行啊 鬼神之事我信 可是上面不信 你说说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帮你想想办法 我听李叔这么一说 赶紧把我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并保证没有一点的假话 李叔听完之后 点了点头说 小冬啊 如果你真的没有做的话 这个案子也不是没有转机 第一 能反转案情的 就是医院检查 只要检查内抹组织完整的话 你就可以排除强奸了 如果医院检查不能判断的话 那就对血型 是不是你的一对比便知道了 如果是同型号的血 可以到省里做DNA鉴定 我听到这里就问李叔 李叔 什么是DNA鉴定 DNA被誉为证据之王 我国在90年代就已经开始有了 现在省里就可以做DNA鉴定 所谓的DNA鉴定 就是采集案件中 与人体有关的生物剪裁 如血液 尿道分泌液 唾液 羊水 毛发 骨骼 牙齿 人体各种组织器官 及其碎块等 进行DNA测试 比对所选定的基因座上 等位基因的差异 通过计算匹配概率 复权指数等 从而完成个体识别 以及亲子鉴定 这种方法检测的精度 可以达到99.99% 只要那上面的血 是你的血型 那你一般就可以排除枪间了 至于是不是你故意害人 检察院遵循 以罪从无的原则 你基本可以判定无罪释放 李叔 您说的是真的吗 这还能有假 不过 小冬你到了刑警队 可要吃点苦头了 那里可不是李叔说的算 一般的情况下 今天晚上你就会被带到刑警队审讯 我这里尽量地帮你找关系 我和你说 到了刑警队 你有两条路可以选 第一就是什么事都痛痛快快地承认 这样受的痛苦效 但以后翻案有些困难 第二就是死活不承认 这样的案件要是省下去就需要证据 不过这样一来 你可是要吃点苦头 刑警队里的那帮人手段厉害 好人进去都得脱层皮 我赶紧说 李叔 我听说过 叫坦白从宽 老底做串 抗拒从严 回家过年 你这小子 这都是听谁说的 不过 这十六个字确实是那么回事 一会儿我给你弄些面包和火腿肠 你先吃饱点 等到了刑警队 可就没得吃了 我赶紧谢谢李叔 李叔的出现让我看到了希望 一会儿的功夫 李叔拿来了金螺火腿肠和面包 那时候的火腿肠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品 红色的包装 里面是一种不同于普通猪肉的香味 吃起来特别的香 比现在的筋肉 熏肉火腿 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李叔整整给我拿了十根火腿肠 还有几个大面包 对我说 小冬啊 能多事就多事点 到了刑警队 你要受老鼻子罪了 只有吃饱了 你才能熬过去 我抓紧给你找找人 争取早日关警看守所 李叔 不是说只要证据确凿 我就可以放出来吗 怎么还要关看守所 其实啊 你关看守所是好事 在里面等消息就行了 这段时间 公安机关会侦办和取证 到时候赏交给检察院 只有检察院才能决定是否逮捕 起诉或者免于起诉 我点点头 李叔让我快点吃 于是我狼吞火焰地吃起了面包和火腿肠 这个时候 已经成了阶下囚了 没有什么尊严可讲 现在我就是要吃饱 吃得饱饱的 按照李叔说的 前面的路还真的不明了 需要很大的勇气去面对 对于案件 这纯粹是污赖 我问心无愧 他们无论怎么审问 我都不会承认那些没有做过的事 吃面包吃得太急了 把我噎得喘不过气了 李叔赶紧给我找过来了一瓶水 我这次到派出所 比上次的待遇好太多 吃饱喝足了之后 李叔让我好好地想一想 他说的那两条路 现在就得下定决心 选定其中的一条 李叔临走的时候 我让李叔告诉我 让他不要担心 我是清白的 事情一定会真相大白 李叔点点头就走了 我独自在牢笼里 心里极度地糟糕 朝外一看 天差不多快黑了 我本以为自己晚上 需要在派出所过夜了 没想到过来的两个刑警 把我带上了车子 奔现成的公安局而去 到了公安局 脚料手铐就铐上 我听装上那些 蹲监狱的人说过 脚料有两种 一种是死料 是专门给死球和重刑犯用的 重18斤 一带上 自己是很难逃脱的 即使暂时逃走 也会由于短时间 无法打开而容易落网 这种脚料的主要缺点 是对人脚踝伤害较大 一般允许使用撩脱 保护脚踝 在提压时方便其行走 可采用手铐脚料连体束缚 或者允许犯人使用绳子 手提料链 一旦带上死料 罪行就很重了 另一种是警用脚铐 通过控制料链长度 限制步伐 使其不能走快了 在公安局里给我带的 就是第二种 到了局里之后 就把我直接带进了审讯室 锁在椅子上面 前面有一盏台灯 灯光出奇的亮 发出炙热的光 在对面的桌子上 坐着两个警察 其中一个拿着笔记录 我锁在椅子上之后 其中一个警察就问我说 法人叫什么名字 杨晓冬 姓别 男 年龄 十七 从现在开始 你要老实地回答我的问题 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来吗 我是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 现在是我问你话 你需要老实回答 我是冤枉的 真是冤枉的 的 谢谢大家